他原是政府机关的干部 因信神传福音被中共拘留 单位领导逼他签不信神的保证书 如果不签 他将失去工作 家人也会受牵连 是什么力量使他胜过逼迫患难 坚定不移跟随神 我原是政府机关的一名支部书记 2010年5月 我有幸接受了全能神的牧师福音 通过读神的话参加聚会 我知道了人是神造的 人的生命来源于神 也明白了默示救世主来说话做工 就是为了拯救人脱离罪恶 使人能在灾难中生存下来 进入神的国 是 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神的拯救 我就急急传福音 把神默示的句吻传给周围的人 2012年12月 我因那传福音 遭到了中共警察的抓捕 被拘留了八天 几个月后的一天 我正在上班 中之班的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 一进门 我看到有三个中之班的人 还有一个警察 他们各个都用异样的目光 注视着我 中之班的主任生气地说 你是不是在信全能神 你身为机关的工作人员 拿着国家发的工资 竟然去信神 难道你不知道 党员不准有其他信仰 只能信共产党吗 中国是共产党的天下 不允许人信神 今天把你叫来 就是要你把信神的事 交代清楚 然后把不信神的保证书签了 我们就不通知你的大卫了 你回去该上班上班 该挣钱挣钱 听他这么说 我心想 人是神造的 我信神天敬敌意 共产党不承认有甚 还总逼人背叛神 真是太邪恶了 是 接着他又把一份 打印好的保证书递给我 我一看 里面全是亵渎 毁谤定罪全能神的话 我心里特别愤恨 看他们的架势 我要是不签 肯定不会放过我 但这个保证书 绝对不能签 签了那就是亵渎神 是 这时神的一句话 浮现在我脑海里 亵渎圣灵的罪 今生来世 永不得赦免 阿们 神的尊严神圣不可触犯 共产党用这种卑鄙的方式 比我否认神 背叛神 真是太恶毒了 是 我就坚定地说 这个保证书里的内容 不符合事实 我是不会签的 主任诱导我说 你只要签了 以后势力 驱力 来人调查 有无信仰 我们尽量不找你 我知道这是撒旦的诡计 他们是想方设法 引用我背叛神 我是不会上当的 对 这涉及到立场问题 不能妥协 是 那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意识僵持到下午四点多 警察威胁我说 我们今天是给你机会 你要是不签 我们就去抄你的家 如果收到信神的书籍 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抓你 想到家里存放了一些神话语书籍 要是真被他们收到了 那损失就大了 是 于是我唐圣说 我只能写当时去传福一段经过 就这样 勉强应付过去后 他们才放我回家 到家后 我就赶紧把神话语书籍转移走了 想到他们肯定不会罢休 还会再找我 我要是不签这个字 他们肯定会把我信神的事 告诉单位领导 那以后的年终奖 工资调剂等一切福利 就都没有我的份了 而且在单位 我还会抬不起头 想到这些 我就有些消极 整天担惊受怕 那你这个情形是怎么扭转的呀 后来我妻子就给我读神的话 全能神说 撒旦 无论多么神通广大 无论多么张狂 无论他的野心有多大 无论他的破坏力有多强 无论他败坏引诱人的本领 有多广泛 也无论他恫恶人的花招与诡计 有多高明 无论他存在的形式 多么千变万化 然而他从来不能创造出任何一样 有生命的东西 他从来都不能制定万物生存的法则与规律 他从来都不能掌管 主宰有生命与无生命的东西 宇宙穷仓之中 无一人一物是由他而生 因他而存 无一人一物是由他主宰的 无一人一物是由他掌管的 相反 他不但要在神的权下存在 更要顺服神的所有吩咐与命令 没有神的许可 地上的一滴水一粒沙 他都不能轻易触碰 没有神的许可 连地上的蚂蚁 他都不能随意乱动 更何况是神所造的人类呢 在神的眼中 撒旦不如山中的百合 不如天上的飞鸟 不如海里的鱼类 也不如地上的蛆虫 他在万物中的角色 就是为万物效力 为人类效力 为神的工作 神的经营计划效力 无论他的本性多么恶毒 无论他的实质多么邪恶 然而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本本分分地守住他的功用 为神效力 做好衬托物 这就是撒旦的本质 与他本来的位置 他的实质与生命无关 与能力无关 与权柄无关 他只是一只神手中的玩物 是神用来效力的一部机器罢了 阿们 我妻子交通说 临到中共的逼迫 我们不要活在惧怕中 得相信神是全能的 一切都在神手中 如果没有神的许可 警察和宗支办的人 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是 如果神允许 我们经历更多的逼迫 我们应该把一切都交托给神 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听了神的话和妻子的交通 我对神有了点信心 想想工资高或同事的高看 这只能满足我一时的虚荣心 肉体利益得到暂时的满足 但如果签了保证书 触犯了神的性情 灵魂体都将受到永久的惩罚 是 我立下心志 不管他们以什么方式 逼我在保证书上签字 我绝不妥协 一定要站住见证 阿们 感谢神 这都是神的话 加给我们的信心和力量 是 一个星期后 终止班的主任和办事员 来到我家 主任说 上次你写的保证书审核没通过 你必须按要求重写 我镇定地说 我该写的都已经写了 我是不会再写什么 他看我态度坚定 又假惺惺惺的劝我 你也不要太固执 我们是把你当朋友才来劝你 如果你实在不写 我们只能去找你的领导 你考虑一下 考虑好了 就给我们打电话 说完 他们就走了 想到我传福音被抓拘留的事 都过去半年了 他们还不放过我 现在又来逼我钱保证书 我感到在中国心神 真是太难了 心里不免又有些软弱 后来我看到神的话说 神在大哄龙之地 开展祂的工作是相当难的 而神又借此难 来做了祂的一步工作 来显明神的智慧 显明神的奇妙作为 借此机会 神将这般人做成 就因着人受的苦 因着人的素质 因着这个污秽之地的人 所有的撒旦性情 来做神的捷径 征服工作 使神从此得到荣耀 使神从此得到 见证他作为的人 这是神在这般人身上 付出所有代价的 全部意义 阿们 神所说的得胜者 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 撒旦的围攻之下 就是在黑暗势力里 人还能站住见证 还能持守原有的信心 持守对神的忠心 不管怎么样 你还能持守 在神面前真洁的心 持守你对神真实的爱 这样 在神面前就站住见证了 这就是神所说的得胜者了 阿们 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今天神允许逼迫患难 临到我们 这都有神的美意 是 神正式利用共产党的逼迫 来成全我们的信心和忠心 但我不明白神的心意 就想在安逸的环境中信神 临到点逼迫威胁 就消沈 活在难处中 不愿意受苦付代价 我对神的信心实在是太小了 想想 神那么圣洁 至高无上 为拯救我们这些 被撒旦败坏至身的人 冒着极大的危险来到地上 遭受共产党这个撒旦政权的 百般追捕 还有宗教界的弃绝 毁谤定罪 但神并没有因此 放弃对我们的拯救 仍然在默默地 做着祂的工作 源源不断地 供用着我们真理生命 想到神对人的爱 是为人所付的代价 我很受感动 也很蒙羞 我不能再消极退后了 在这环境中 我应该祷告依靠神 占助见证 羞辱撒旦 是 想到这儿 我又有信心了 感谢神 你那批破患难 就得多祷告神 读神的话 是 明白神的心意了 就好尽力了 是 第二天中午 单位的局长约我见面 也劝我签报证书 我知道信神的事 已经惊动了局长 我要是不签 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理我 如果他们非要逼我签报证书 我宁愿丢掉工作 也不能背叛神 是 可又一想 自己辛苦工作了二十几年 这工作又这么好 收入也稳定 一下子放弃了 这心里还真有点割舍不下 我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一家人的生活 都是靠我的工资来支撑 儿子大学刚毕业 工作还不稳定 他以后结婚买房 得需要不少钱 妻子又有病 需要长期的吃药治疗 我如果没有了工作 这以后一家人可怎么生活呢 我越想心里越痛苦消沉 那段时间 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妻子看我情形不好 就给我读神的话 人的命运都在神的手中掌握 你没法掌握你自己 即使人总为自己奔波忙碌 也没法掌握自己 你如果能摸到自己的前途 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那你还叫受造之物吗 有谁真能做到完全为我花费 完全为我献上呢 都是三心二意 思前想后 考虑家庭 考虑外界 考虑吃船 别看你现在为我在我前做事 可惜你还想着 家里的妻子 儿女 父母 难道这些都是你的产业吗 为什么不把这些交投在我手中呢 是信不过我吗 还是怕我为你安排得不妥当呢 阿们 读完神的话 我妻子交通说 我们信神就应该相信神 依靠神 我们的命运都在神的手中 有神与我们同在 为我们安排一切 我们不要顾虑那么多 儿子以后会有怎样的生活 也不是我们能帮得了他的 对 都由神来安排 我们应该把一切都交托给神 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是啊 这时我认识到自己的担心 都是多余的 我们一家人以后生活怎么样 这都在神的手中掌握 即使我不放弃工作 也不能决定家人以后的命运 是 想到主耶稣说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 也不重也不熟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它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阿们 我应该对神有信心 把一切都交托给神 相信神会为我们开辟出路的 丢了这个工作 我还有其他手艺也可以生活 今天赞助见证满足神 这才是最关键的 是 想到共产党极其仇恨神 为逼人背叛神 会采取各种手段威逼利诱 为躲避共产党的纠缠 我不得已到岳母家去躲藏 后来我得知 曾跟我一起传福音 被抓拘留的王某 又被警察抓去 逼着签了三叔 听到这个消息 我心里一惊 庆幸自己躲出来了 不然肯定也会被抓 是 这期间 单位领导一直在打探我的下落 最后利用我儿子逼我回了家 我刚到家不到一刻钟 单位的几个领导就来劝我 局长说 我们知道你的家庭状况 妻子没有工作又有病 儿子正在找工作 一家人就靠着你的工资来支撑 你得为家人着想啊 还是把保证书欠了 安安心心地上班吧 接着主任说 我了解到 你从参加工作以来 一直都很踏实 大家都说你人品不错 我们也不想失去 你这么优秀的职果 今天出现这事 只是泥石糊涂犯了错误 只要改正过来就是好同志 你是一名共产党员 拿了那么多技术支撑证书 才有了今天这个工作和成果 这些都来之不易 你要好好珍惜 不要失去了这一切 听他们这么说 我心想 他们说的也是实情 我要是放弃了这个工作 我们一家人以后怎么生活呢 这时我意识到自己的情形不对 我就赶紧在心里向神祷告 全能神啊 我又在担心一家人的生活出路 我怕胜不过他们的引诱 陷入试探 求你保守我 加给我信心和力量 阿们 到后 我想到一首诗歌 末世的工作 需我们极大的信心 需我们极大的爱心 稍不小心就会失脚 因为这部工作 不同以往的任何一部工作 神成全的 就是人的信心 既看不见 又摸不着 神做的 就是话语成为信心 话语成为爱心 话语成为生命 达到人都百经熬练 具备高与约伯的信心 需要人都受极大的痛苦 百般的折磨 不论何时 都不离开神 当人都顺服致死 对神有极大的信心 神的这一步工作 就算结束了 还有一段神话 你们勿要时刻警醒等候 多在我面前祷告 对撒旦的各种阴谋诡计 要石头 要认识灵 认识人 会分辨各种人事物 撒旦的各种丑恶的嘴脸 一一地摆在你们面前 是停止退步 还是站起来靠我而行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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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神的话中我认识到 今天临到这样的环境 需要我对神有信心 持守住自己的立场 表面上 他们是在关心我 实际上 背后是撒旦针引诱 在搅扰 这是撒旦的试探 是 我不能中了撒旦的诡计 想到月博临到试炼 失去万贯的家产和儿女 而且还浑身长毒创 妻子都劝得离弃神 但月博对神仍不失去信心 能称颂耶和华的名 为神占助了见证 使撒旦蒙修失败 最后得到了神的称许 还有亚巴拉罕领到试炼时 甘愿把独生的儿子 作为祭物献给神 为神赞助了见证 得到了神的应许祝福 是 真心信神顺服神的人 在试炼中 依靠神赞助见证 都有神的祝福保守 我也得对神有信心 做出明智的决断 即使丢掉工作 以后过穷日子 也要赞助见证 不背叛神 阿们 想到这儿 我就坚定地回答他们 我信神并没有做违法的事 你们非要逼我签 违背事实的保证书 我是不会签的 单位领导见我不听他们的 还不死心 林总师又叮嘱我的儿子 来监视我 他们又想利用你儿子 来逼迫你啊 是啊 单位领导走了以后 我儿子就生气地 对我和妻子说 就因为你们信神 我连公务员都考不成 工作也不好找 你们得为我的前途想想啊 现在政府的人 三天两头来家找你 你如果把保证书签了 一切不就平息了吗 我就耐心地劝导儿子 可他受我单位领导的威胁利用 非要逼我签保证书 还要帮助他们监视我 看到儿子这么拦阻逼迫 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共产党为了拦阻人信神 什么卑鄙手段都用啊 是 那你有没有收儿子的匣子啊 没有 我已经想好了 宁可丢掉工作 也不欠保证书 感谢师父 后来我看到一段审的话 在彼得的经历 对刑法审判的认识 第二端 那我来读吧 嗯 你得为真理而受苦 为真理而献身 为真理而忍受屈辱 为得着更多更多的真理 而忍受更多更多的苦难 这是你该做到的 你别因为享受家庭的和睦 而丢掉真理 别因为一时的享受 失去了你一生的尊严 你一生的人格 你应当追求一切美的 善的事物 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 这样庸俗地活着 而且一点追求目标都没有 这不还是虚度吗 你能得着什么呢 你应当为一个真理 而舍弃一切的肉体享受 你不应该为一点点享受 而丢掉所有的真理 这样的人没有人格 没有尊严 没有存活的意义 阿们 阿们 神的话 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神要求我们 追求有意义的人生 为得到真理 能舍弃一切肉体享受 想到神末是道成肉身 发表真理拯救人 这机会千载难逢 转瞬即逝 我不能因为放不下肉体利益 而放弃蒙拯救的机会 我只有跟随神追求得到真理 才能脱离撒旦的黑暗权势 蒙神拯救 是 钱财 名誉 以及肉体的安逸享受 这都是暂时的 这些东西买不来真理生命 我因着信神传福音 遭受共产党的逼迫 失去工作 虽然生活结局点 肉体受些苦 但我追求的是人生正道 得到的是真理生命 受这点苦太值了 感谢神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这都是神的话 加给他信心力量 真是这样 为了躲避共产党的逼迫 当天晚上我就离开了家 之后我就一直在外尽本分 三年后我才偷偷回到了家 回到家我才知道 在我离家期间 每到过年过节 或者国家召开重大会议 派出所和社区 都会有人到我家 盘问我的下落 社区还一直安排人监视我家 单位还在报纸上 刊登我矿工的告示 导致我家成了当地人 差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我妻子也因此遭到家人的围攻 和周围人的议论绩效 我儿子报考公务员 政府也不样地参加考试 连交的报名费都不给退 听到这些消息 我更加看清了 共产党就是撒旦的化身 就是恶魔下戒呀 我从心里恨透了他 想到神的话说 全能神说 几千年来的污秽之地 肮脏的目不忍睹 惨壮遍地 幽魂到处横行 招摇撞骗 捕风捉影 狠下毒手 将这座鬼城践踏的死尸遍地 腐烂之气遍布全地上空 而且戒备森严 天外的世界 有谁能看到 母鬼将人的浑身 捆得结结实实 将人的双眼都蒙蔽了 将人的双唇紧紧地封上 这魔王横行了几千年 以至于到今天 仍将鬼城看守得如此严密 犹如一座功不破的 鬼的宫殿一般 什么古代传人 什么爱戴的领袖 都是抵挡身的东西 将天下之态 搅得暗天昏地 什么宗教信仰自由 什么功名合法权益 都是掩盖罪恶的花招 阿们 神的话把共产党抵挡神 残害人的恶魔十字 还有他欺骗蒙蔽人的花招 给解释出来了 是 共产党自掌权以来 就一直疯狂地迫害信神的人 企图让人否认神 背叛神 跟他一起沉沦灭亡 他打着信仰自由的旗号 暗地里 却想方设法地 抓捕残害基督徒 导致无数基督徒 被迫逃亡在外 妻离子散 多少人被抓后 遭受酷刑折磨 甚至被迫害致死 我信神走的是人生正道 共产党却想方设法地 拦阻逼迫我 逼我前 戏图神的保证书 逼得我有班不能上 有家不能回 家人也都受到牵连 我恨偷了 共产党这个恶魔 也更坚定了 我跟随神走到底的心志 阿们 经历了共产党的逼迫 我看透了他抵挡身 欲身为敌的恶魔实质 他所实行了这些诡计和手段 目的就是为了 维护他的独裁政权 把人永远地控制在他的权下 受到奴役残害 最终跟他一起下地狱受惩罚 真是太邪恶 太恶毒了 经历了这些逼迫患难 在神话语的带领引导下 我对神的信心也增加了一些 也明白了 只有追求真理 才最有价值 最有意义 是 这些受货 都是我在安逸的环境中 得不到的 感谢神带领我 做出明智的选择 走上了人生的正道 感谢神 感谢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